也无可厚非 自己拿着户口本 到派出所18岁以后就能改 但如果你改名是想为了更火 想为了将来事业更顺 那就没劲 这个不要相信那些 靠实力存在 对 我这上面写你做过影视剧的造型师 对 这是现在的任职的职位 影视造型师 给谁做过造型 比较当红的影星有杨树 就是咱们现在看的《混乐颂》里边 最后出场的一个大boss 小包总 小包总 对 小包总 还有吗 有李冰冰 然后范冰冰的也做过 还做过范冰冰的商演 我做的是整体造型设计 但我偏向于服装设计 你来点评一下 我们这些大咖造型怎么样 格罗尼的蔡老师 挺得体 然后随意中带有自己的风格 然后我觉得她穿衣风格挺文艺饭的 然后尹峰老师呢 就是大家都说神仙姐姐吗 我觉得就是每期我看到尹峰老师 都给我一种女神的感受 我非常喜欢你 从现在开始 赶紧个算一下 从现在开始不准说优点 好 说缺点 你觉得她的腿适合穿短裤吗 第一点啊 要是我要站进来转眼去 是我要记得想吐槽 她的腿太粗了 但是我觉得老师很大胆 这一点粗是一个毛病 我觉得你应该减一下肥 然后做一下 做一下肃情 这个是能给你 她可以给牛蛙代言了 能更好的体质 提高你的气场 她是合露小腿吗 你说你说句实在话 你不要说坑人的话 你说句实在话 按那个审美标准的话 是我觉得 没有腿系的人露得好看 谁说的 机器猫还不穿鞋呢 挺好看的 机器猫还没有手指 我觉得我今天的收获 是回头要换个九分裤 老师当然我觉得 你做你自己 你喜欢穿你就穿 我就是这种性格的人 挺你 王子齐当他刚上场的时候 那种气场 就是给我感觉 哇这个小伙 非常阳光 而且特别有自信 我觉得这个 给我的第一印象特别好 你想找份 什么样的工作 跟设计有关 然后跟传媒有关 跟传媒有关 有地点的限制吗 我地点限制是北京 或者是哈尔滨 哈尔滨 你要求薪金 不低于多少 不低于8K 不低于8K 好来 第一轮选择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旅游 然后呢 出门旅游的时候 都会拍一些照片 这是我大学时候 做的平面设计 然后最下面 右下角的这张 是VI设计 它是一个矢量图 可以无限放大 下面那个田角鸭子 是什么设计领导 田角的那个是 感光 一种感光刺激的方式 那个是一个香水的广告 等一下 那个照片是你照的吗 香水那个广告 是自己拍的 在那个我们摄影棚 找到我们那个学校 那个那叫什么 对交换生 就是国际交流学院的 那个学生拍的 那个意境很不错 我一开始看 我甚至以为是 那个真实的广告 包括那个香水什么 都是我后来批一张机的 小伙子 你这幅图片 我在这个网站图片里 搜到了原版的 哪个 就你这张图片 这是你拍的吗 怎么一模一样 这个 就这张爆脚的这张 对啊 是 这是你自己拍的吗 是 但是这个它匹配了 标准的产品 不像是收购的 不像是收录的 你这个不用了没有 主要跟你也不一样 没有没有用 没有用 我们当时把那个作业 还有交过去参过展 去参过比赛 然后那个 还有耐克的那个 你看到主页上 那个照片跟那个照片 是一模一样的吗 是官网吗 一模一样 你跟旁边人看一眼 是在官网吗 对 除非是被采纳了啊 但是这种模式应该不会就冒着侵权的风险 采纳一个设计 毕业生的作品吧 你看一下来源 那还是我没毕业的时候 连模特都是一个吗 对对对 一模一样 找到了找到了 有吗 看来我品味是对的 那说明是他官方的 你是模仿他官方的那个照片做的吗 不是模仿官方的 我还当时还 你说是你找的模特 还还做了一个那个公益广告是 防治癌 防治癌症病的也是脚的 这几个都是脚的 小伙子你有没有什么佐证啊 比如说你跟那个模特的其他的照片 或者什么其他的 这是我大一时候的 这绝对不可能 这个人怎么找到的 这个人 从哪里找到这个模特的 这个模特就是交流学院 就是国际交流学院 就是一个学生 一个学生 绝对不可能 所以说我跟你说 子庆如果你是PPT当中啊 自己引用一下别人的图片 你但说无妨没关系 但如果这个节目一旦播出 别人官方网站上 有一幅跟你一模一样的作品 但你坚称它是原创 这中间就会有法律官司了 我这可以 我想问一下你 这是不是你所引用的 还是你真的是你的原创 真的是我原创 真的是你的原创 你确定啊 你还拍过关于这个人的视频吗 没有 没有视频 没有 网上有 官方网站 有这个视频 就这个人 有这个视频是吗 和对你的 对 视频 就是这张照片背后的视频 就这张照片的视频 整个的MV 关于这个香水的 是不是自己引用的 这张照片 你就直接告诉我 这张照片是不是引用的 是我引用了 是你引用的 那你就说你引用的嘛 赔个礼道个歉嘛 要不然的话 你就不侵犯人家版权嘛 对不对 是不是你引用的 那你为什么一直要坚称呢 为什么要死扛到底呢 不是 涂磊 这事儿其实 他道不道歉也无所谓 我觉得关键这个问题 说出了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本来一个 无关痛痒的事 对吧 你引用就引用了 非得说自己原创 对吧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 什么职场心态 其实这是一种 严重的剽窃 坚称是自己原创的作品 而且尤其是 作为美术创作者 是很讨厌别人 剽窃自己的作品 而且是在这么大一个 唐二皇之的舞台 如果今天不是 李浩阳说 这个拍得特别好 就不会有人查 如果没有人查 这就不会出真相 所以这个问题 真正的是涉及到的 还是品质问题 我真的心就一下子凉下来了 我突然觉得 我自己被骗了 这样一个年轻人 居然他 他在大家那么信任的时候 会欺骗你 我想问一下 三位人理资源专家 如果在面试过程当中 出现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普通的面试过程 应该会如何继续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 出现类似的问题 格杀勿论 对 面试官没有办法跟你再进行沟通 对你所讲的一切再进行信任 丧失了基本的信任关系的面试 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刚才人力资源的老师也说了 这个格杀勿论 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second chance 今天可能你到此结束了 但是你的人生还在继续 你要从这一次今天的时间当中 你要吸取教训 首先要学会怎么做人 我就说到这儿 OK 谢谢老师 接下来我们看看老板 给你的最后留下的是什么 我想说 你想说什么 最后一句话 说吧 我来这个舞台的时候 我一向的企业是伯罗尼 因为我之前做工作的时候 也接触过伯罗尼 我是希望伯罗尼能给我一个机会 子清啊 如果你其实今天真实地 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最好的方式 本来不应该说那最后一段话 是自己谢谢再见 自己离开舞台 我真想真的 我认为其实这样才是对得起 今天在这个场上 你所犯下的错误 但是你最后你说出了这段话 我也按照规则进行下去 所以规则放在这儿 大家的理解自己保留 蔡明愿给机会是他的权利 好不好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磊 好 还有一闪争 你最后说的那番话起到了效果 来 蔡明 说下你留灯的原因 还真的是起了点效果 我一直是两方面 一方面真的是隔杀无论 另一方面我很不自觉地 就把我变成了你 如果我遇到了你这个情况 怎么办 老师我想跟您说一句话 就是 我已经 能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有工作了 我一直在想一些问题 然后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也是做了好大的 好大的心理准备 然后来到这里 然后我唯一一项企业就是您 然后我想 我真的受不了了 如果可以的话 想踏踏实实的工作 不是 我想问一下 除了非你莫属的舞台上以外 你还在哪些平台上找过工作 没有在别的舞台上工作 不是 我特别不明白 不是 你那么缺工作 你为什么你不去找呢 为什么就等着来非你莫属呢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时候的话 你其实很好地打了蔡明的软肋 而且的话 其实涂雷老师已经给了你很多的建议 叫你去放弃 你这个时候还是一直在解释一直在编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三个早就受不了了 哥们 浪纸回头进不换啊 差不多了 可以了 你那么想去拨落 你为什么在之前台下不去递简历呢 台下去拨落你找他呀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拨落你投简历呢 我的那个状态一直不好 而且小王你最后一段 我真的特别伤心 因为最后只有蔡总他留灯了 留灯之后 这一段应该是努力地展示自己的职场能力 另外让他信任你 因为之前的信用有点刷光了嘛 对 是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又说我家庭有多困难 我多久没有工作了 在示弱 我不是 我不是示弱 我是想表示我想 我想真真切切踏踏实实地去工作 我不是在示弱 我依然遵守规则 来 你给他什么职位 我在说最后一句吧 就是很简单了 就是确实我用你呢 我是挑战了我们公司的价值观的 说白了就是万一我赌一个顿悟的你 所以就是这样 我的工作是我们的这个加装了一个直播栏目 你这个小组呢 正好是这个还缺两个人 薪酬 薪酬 三千 他开始要的是8K 你是三千是吗 对 15秒钟时间考虑一下 波罗尼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波罗尼 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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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